大家 没有 吓死你们 一个个都困了咋在的啊 玩手机一个呢 鼓掌不行吗鼓掌 小沈阳这个名字 相信大家并不会感到陌生 小沈阳在2009年和师傅赵本山搭档的小品不差钱 然而万万没想到 不差钱让小沈阳受到了大家的认可 那一年的春晚舞台上 小沈阳身穿苏格兰裙 敲着兰花纸 戴着一口浓重东北大茶子味说着英文 My name is 肖沈阳 配合极具反差效果的表情 小沈阳一盘红 后来的几年呢 正如他所唱 也如他所愿 他会唱歌 会演小品 模仿到狼阿宝的歌 最为贴近原唱 他实现了让很多人开心的理想 同时呢 也让自己名利双收 鄙视的他 在各大综艺频频露脸 众多剧组真相邀请 各种广告接到手软 据资料显示 小沈阳2009年的个人收入 就已经超过了三亿元 随后呢 又在极高的人区下 跟着赵本山登上了2010年 张氏春晚的舞台 毫无疑问 那是属于小沈阳的黄金时代 师傅当女业 就捧沈阳 那捧谁捧我 一天都谁也不认识 第二天全世界 有一半人快认识他了 走红之后的小沈阳 似乎是有点飘了 他开始有了野心 并非专业演员出身的他 开始进军演艺圈了 也正是因为如此 小沈阳的事业 开始走下坡路 他所出演的电影 大多票房惨淡 后来自导自演了一部 猛虫过疆 更是遭到大家的唾弃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呢 这句话是真的有道理的 赵本山把小沈阳 带上央视的舞台 让他红极一时 然后呢 他的人气热度 迅速之间 火遍全国 观众都很喜欢他 当时 还有导演找他拍戏 就连张艺谋 都来找他拍电影 但是出演电影 走上电视剧 演戏这条路 赵本山作为他的师傅 并不支持 他觉得稳招稳打 才是关键 而受到如此巨大诱惑了小沈阳 并没有听从师傅的话 在飘飘然的路上一飞冲天 甚至当年最多的时候 一年接过久不幸呢 那时候导演制片方 看中的是他的人气流量 可是质量不会过关 终究不会长远 观众更不会买账 如今真的让人唏嘘 曾经红极一时的人 现在让人 似乎都已经遗忘到角落了 无论是在演员的舞台上 还是在小平的舞台上 都很少见他的身影 于是开始慢慢地 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沉默许久的小沈阳 重新出现在了舞台上 这一次他参加了综艺节目 我就是演员森 在节目中表演了 《隐秘的角落》中的一个片段 结果毫无意外 他又演砸了 在点评环节 犀利的张子怡毫不留情表示 你演戏没法看 同时他又疑问 为什么不回去演小平呢 听到这句问话 小沈阳表示 自己不再演小平了 小平我已经放弃了 同时他说 现在的小平都是洗头卑微 他很不喜欢 张子怡听后瞬间暴怒 你都是靠赵本山出名 对其他老本行 可以说放弃就放弃的吗 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 张子怡瞬间摆臭脸 我告诉小沈阳 我说你跟四兄弟 一定要谦虚谨慎 要跟他们多打电话 该叫哥 该叫啥 该什么什么 我说你忘掉你这个火 你这火的事太突然 大家频频对他采访 我说不利于他的心理健康 如果他要不跟在我身边 他来年就没 他来年就这个人就不火了 我听我这个一步一步给他摆 他指定是火几年没问题的 十年也是他 二十年也是 那么大家对一次有何看法 欢迎来留言评论哦